《出埃及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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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姐妹大家平安 我是台南圣教会的牧师高敏志 今天继续要跟大家来读 《出埃及记》第30章到32章 在这三章里面 其实常想 神教导我们很多很多的功课 特别是进入到祷告 进入到与神相会的这样的一个预备 你要完全 你要预备跟神做一个完全的敬拜跟祷告 并且跟随祂的教宗 祂为我们所摆设的一定是最好的 但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三章里面 看到反差很大 明明是很棒的 很祝福的这样的道路 但是后来却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审判 那悲剧的审判我们都知道 当摩西西亚来的时候看到 他们在金牛堵的四周围一起欢笑 一起在那边成为一个自我的敬拜的时候 神非常的生气 在那一天神让摩西在百姓当中 做一个绝对的分别 反属于神的过来 那一天审判临到他们当中 三千个人死亡 那我们来思想 明明明一开始我们要学习怎么进入到香坛 圣高圣香这样的一个敬拜跟制造 神也说在那个地方 借着你所献上的新香之祭 我要与你相会 但是人却在自己的方法里面成为自我放纵的敬拜 结果变成悲剧 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我们今天就要从三十章到三十二章 来看这当中的许多许多生命里面的提醒 好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 好 以下时间我们就一起来看三十到三十二章 一起来读 你要用造甲木做一座烧香的坛 这坛要四方的 长一轴宽一轴高二轴 坛的四角要与坛接连一块 要用精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 并坛的四角包裹 又要在坛的四围向上金牙边 要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 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 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 要用造甲木做杠 用金包裹 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曼子外 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 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 亚伦在坛上要烧辛香料做的香 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 要烧这香 黄昏点灯的时候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 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 在这坛上 不可奉上异样的香 不可献烦祭 宿祭 也不可交上奠祭 亚伦一年一次 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 他一年一次 要用赎罪祭生的血 在坛上行赎罪之礼 作为世世代代的定律 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 耶和华小玉摩西 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 你数的时候 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 把数价奉给耶和华 免得数的时候 在他们中间有灾殃 凡过去归纳些被数之人的 每人要按圣索的瓶 拿银子半舍可乐 这半舍可乐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 一舍可乐是二十纪拉 凡过去归纳些被数的人 从二十岁以外的 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 他们为赎生命 将礼物奉给耶和华 富足的不可多出 贫穷的也不可少出 个人要出半舍可乐 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 作为会墓的使用 可以在耶和华面前 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 耶和华小玉摩西 你要用铜做洗桌盆和盆座 以便洗桌 要将盆放在会墓和坛的中间 在盆里盛水 亚伦和他的儿子 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 他们进会墓 或是就进坛前供职 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 必用水洗浊 免得死亡 他们洗手洗脚 就免得死亡 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 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耶和华小玉摩西 你要取上品的香料 就是留职的墨药五百摄可乐 香肉桂一半就是二百五十摄可乐 昌土二百五十摄可乐 桂皮五百摄可乐 都按着圣索的平 又取橄榄油一新 按做香之法 调和做成圣膏油 要用这膏油抹绘墓和法桂 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 灯台和灯台的器具 丙香坛 梵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 洗灼盆和盆坐 要使这些物成为圣 好成为至圣 凡挨着的都成为圣 要告亚伦和他的儿子 使他们成为圣 可以给我共祭司的职份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 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 也不可按着调和之法 做与此相似的 这膏油是圣的 你们也要以为圣 凡调和与此相似的 或将这膏告在别人身上的 这人要从民中剪除 你要取新香的香料 就是拿他福 施洗列 洗利比拿 这香香的香料和净乳香 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 你要用这些加上盐 按坐香之法 做成清净圣洁的香 这香要取点 倒得极细 放在会幕内 法柜前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 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 你们不可按着调和之法 为自己做香 要以这香为圣 归耶和华 凡做香和这香一样 为要闻香味的 这人要从民中剪除 第三十一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 看看 犹大支派中 霍尔的孙子 乌地的儿子比萨列 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 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 使他有智慧 有聪明 有知识 能做各样的工 能想出巧工 用金 银 铜制造各物 又能磕宝石 可以镶嵌 能雕刻木头 能做各样的工 我分派但支派中 亚西萨摩的儿子 雅和利亚伯与他同工 凡心里有智慧的 我更使他们有智慧 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 就是绘幕和法规 并其上的施恩座 与绘幕中一切的器具 桌子和桌子的器具 精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 并相谈 樊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 并洗灼盆与盆做 精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 并他儿子用以供祭司职份的圣衣 高油和为圣所用辛香的香料 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 耶和华小玉摩西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勿要守我的安息日 因为这是你我之间 世世代代的证据 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 是叫你们成为圣的 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 以为圣日 凡干凡这日的必要把他制死 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检除 六日要做工 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 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 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制死 故此 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 为永远的约 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造天地 第七日便安息舒畅 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 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 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 第三十二章 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 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 对他说 喜来 为我们做神像 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亚伦对他们说 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 拿来给我 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 拿来给亚伦 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 铸了一只牛犊 用雕刻的器具做成 他们就说 以色列啊 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亚伦看见 就在牛犊面前竹坛 且宣告说 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次日清早 百姓起来献烦祭和平安祭 就坐下吃喝 起来玩耍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下去吧 因为你的百姓 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已经败坏了 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 为自己注了一只牛犊 向他下拜献祭 说 以色列啊 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我看这百姓 真是映着景象的百姓 你且由着我 我要向他们发烈怒 将他们灭绝 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 耶和华 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 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为什么是埃及人议论说 他领他们出去 是要降祸于他们 把他们杀在山中 将他们从地上除灭 求你转意 不发你的烈怒 后悔 不降祸于你的百姓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 亚伯拉罕 以撒 以色列 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 我必使你们的后裔 像天上的心那样多 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 必给你们的后裔 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 于是耶和华后悔 不把所说的祸 降与他的百姓 摩西也转身下山 手里拿着两块法板 这板是两面写的 这面那面都有字 是神的工作 字是神写的 刻在板上 约书雅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 就对摩西说 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 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 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 我所听见的 乃是人歌唱的声音 摩西挨进营前 就看见牛犊 又看见人跳舞 便发烈怒 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 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 用火焚烧 磨得很碎 撒在水面上 叫以色列人喝 摩西对亚伦说 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 你竟使他们陷在大嘴里 求我主不要发烈怒 这百姓传于作恶 是你知道的 这百姓传于作恶 他们对我说 你为我们做神像 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 那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 造了什么事 我对他们说 凡有金环的 可以摘下来 他们就给了我 我把金环扔在火中 这牛犊便出来了 摩西见百姓放肆 亚伦纵容他们 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 就站在营门中说 凡属耶和华的 都要到我这里来 于是立位的子孙 都到他那里聚集 他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们个人把刀 挎在腰间 在营中往来 从这门到那门 个人杀他的弟兄 与同伴并民社 立位的子孙 照摩西的话行了 那一天 百姓中被杀的 约有三千 摩西说 今天你们要自杰 归耶和华为圣 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 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 到了第二天 摩西对百姓说 你们犯了大罪 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 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 唉 这百姓犯了大罪 为自己做了金像 唐祸你肯赦免他们的罪 不然 求你从你所写的车上 涂抹我的名 谁得罪我 我就从我的策上 涂抹谁的名 现在你去领着百姓 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 我的使者 必在你前面引路 只是到我追逃的日子 我必追逃他们的罪 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 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 导览的声音 电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